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式的灵嘴或者是中式的糕饼中式的甜食 那所以呢听众朋友樱桃爷爷也又要来了哦 樱桃爷爷呢在1月6号中午11点 也就是现在这样子的时间 会来跟大家开直播来聊过年 你们一定要吃一定要买的南枣核桃糕 还有牛嘎糖 茶有茶味的牛嘎糖 除了这个之外呢 樱桃爷爷今年呢还做了南枣姜母核桃糕 还有芝麻核桃糕 还有呢跟在地小农一起合作的 用新鲜水果 比如说他们家很厉害的 砂糖菊老婆饼 还有砂糖菊甜心乳家 甚至是茂骨干甜心乳家等等 这些春节你所要用的 要吃的自用或送礼的礼盒 所以呢听众朋友呢 锁定1月6号上午11点 同样的呢我们邀请到的是 樱桃爷爷的老板娘秋彩玲 还有国际业务部的经理蔡玉清经理 大家一起来聊天 除此之外呢听众朋友 你们知道勇闯录音室 永远都是兵分两路 所以听众朋友现在只要留下 只要找到樱桃爷爷 在王瑞瑶的超级美食家的 脸书粉丝专页的这篇文章下面留言 留言我想要樱桃爷爷 南枣核桃糕 我想要樱桃爷爷南枣核桃糕 你们呢就有机会 我们会抽出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 让你们可以在家一边听广播 一边吃南枣核桃糕 好了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中广的那只米鸡 也就是日方征传的米鸡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现场相攀攀 日方征传行销业务总监吴玉萍 玉萍先跟听众朋友问好 瑞瑶姐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听说你今天九点就来 对啊要拌斗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玉萍今天给大家的半桌 镜头往下拍 听众朋友可以看到这只米鸡 我们今年呢一样给大家推荐的是 鲍鱼米鸡 最顶级的鲍鱼米鸡 然后呢 等一下先不要给大家看这部分 要先看这一锅 有吃过鲍鱼米鸡的人都知道 而且有听众朋友过年都在等这只鸡 甚至等到都打电话进来问说 啊中广人那只鸡开始了没有 开始了开始了 我们提供一个服务电话 这个电话呢是0225005563 0225005563 听众朋友我们有开服务电话 你们有任何问题可以打电话进来 好可是我们今天呢 不从米鸡开始 因为呢听众朋友如果透过镜头 可以看到一样的送礼自用两箱仪 像这样子很简单的礼盒的鲍鱼米鸡 等一下还是让大家看一下鲍鱼哈 大家可以看到智力鲍片 直接玉瓶他说他早上躲在板躲啦 板躲在冲下面就是在加热 在回温 好这个是智力鲍片 智力鲍鱼 智力鲍鱼的切片 有没有 大家看我这样夹鲍鱼就知道 这个鲍鱼的弹性了 对不对 我等一下再吃哈 因为我要拍照 不能扫一片给大家拍照 我们其实今天呢 请玉瓶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要跟大家聊海鲜 过年哈一定要海鲜 因为过年都要吃火锅 而且过年呢海鲜是大菜 可是呢 青年海鲜长得很厉害 对不对 对 发生什么事 我其实听说哈 我们差一点点鲍鱼米鸡 也不能够跟大家做推荐 因为鲍鱼没有来 对 鲍鱼差点来不了 因为从去年开始 就因为疫情的影响 然后产地工厂啊 它经常就是封城嘛 然后没有办法开工 还有就是说 船运塞港的问题也很严重 所以今年我们其实很怕 船运delay 那差一点就没有办法赶上 所以差一点点呢 搞不好米鸡要换 他的这个男主角了 对不对 对 女主角是米鸡 男主角是鲍鱼 不过今年还好 要给大家一个丰盛的年 可是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今天呢 要直接切入呢 一个叫做鸭香宝海鲜盒 如果听众朋友呢 有追上中广的这只鸡 就一定有追上中广的这个 大家吃到之后 都叫好叫做的海鲜盒 因为刚才有在讨论说 今年的海鲜的价格 跟往年不一样 它的成本变高了 所以我们今年一样 鲍鱼米鸡加上海鲜盒 来给大家做推荐 海鲜盒里面有什么呢 来玉萍 海鲜盒里面有我们 真的是鸭香宝的龙虾尾肉 来我给大家看这个龙虾尾肉 这龙虾尾肉已经去壳了 对 然后这一个呢 有100公克上下左右重 这个是生动还是手动 是生动 这个是活龙虾 它整只活龙虾 经过超高压处理之后 它的壳跟肉会分开 什么叫做超高压 超高压处理 就是把一只整只的龙虾 放进一个压力槽里面 然后用很像喜马拉雅山那种压力 去压它 压它 壳就裂开吗 它不会裂开 它很神奇 因为你要控制到适当的压力 它的壳出来还是完整的 它的技术不一样 真的 你讲的好神奇 这是在日方征钻的工厂 这样超过吗 还是在国外工厂 因为老实讲 听众朋友 你们其实比较少看到 这样子的生动的 去头去壳的海鲜 可是像这样的食材 我知道在高级餐厅 经常会使用 对不对 因为它的鲜度很好 鲜度以外 就是越高级的餐厅 你越不要有壳嘛 你不一定是先去壳 然后吃纯肉 那纯肉在它的取肉率 其实很差 对 还有它在取肉的过程里面 你的龙虾如果新鲜度不够 你取不出这么漂亮的一个龙虾 对 好 给大家看一下这龙虾上面的花纹 嗯 你看到没有 大家其实知道海鲜新不新鲜 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 这个海鲜到底原来 它的花样 它的形状是否完整 有没有看到这样子的海鲜 就清烟啦 休息一下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哦 好啦 直播没有停哦 听众朋友 我们现在其实做的是一年一度 日方真传与超级美食家 还有好物市集的鲍鱼米鸡的推荐 镜头转那边 来哦 给大家看一下哦 今年呢 你们如果买的只有鲍鱼米鸡一只 对不对 嗯 一只一只就直接打折了 就是1760 一只直接打折 可是呢 我相信呢 你们不要这样买啦 因为这样买不会好啦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们一定要锁定的是 等一下哦 你们一定要锁定的是 等一下 鲍鱼米鸡一只是 1760 1760 但是还要加预费 哦 买一只一定没合啦 因为还要有预费啦 预费加下去就要2000了耶 然后呢 要推荐你们从两合五合去思考啦 那如果呢 公司有团购 在公司里面 还是呢 你们有家族采购的必要 就请你们一定要锁定11合 可是呢 除了这个之外呢 今年呢 一定要强力推荐大家 你们鲍鱼米鸡要加上海鲜组啦 这样才会好啦 然后呢 如果呢 你们今天呢 加的是 呃 海鲜组是两组 鲍鱼米鸡是两组 哎 你看我好坏哦 玉萍叫我不要讲 我还是要讲出来 这个啊 鲍鱼米鸡两合 加上海鲜组 海鲜一合 一合 对不对 对 他说他算错钱了 对 你自己讲啦 对 这组啊 是超值 意外超值足 因为他算错钱 少算几百块 对不对 对对 因为其实我们在算 他脸都红了 你看他脸红 不知道他哥哥会骂他 他叔叔不然会不会刀他 我在看海鲜盒的时候 海鲜盒本身价值就 4800多块 对 那你如果买一只鸡 加一些 一盒海鲜盒 也才4800 对 4800 但是更可怕的是 你买两只鸡 就是再加 差不多1500 就有再多一只鸡 他少算 他少算钱啦 对 所以我强力推荐大家要买 鲍鱼米鸡两盒 加上海鲜组一盒啦 对不对 对 而且呢 我刚才有讲海鲜组很好用 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 海鲜组的内容 这里面有内容是你不认识的 可是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 是香港师傅 非常喜欢的一个材料 好不好 现在先给大家定价钱 大家呢 我们从 现在现实 开始推荐 八天 八天 大家呢 反正你们还可以再想一两天 其实不用想 要赶快下手 因为你下手之后呢 我知道日方真转出货很快 对不对 这是有限量 主要是这是有限量 你限量的是海鲜 还是鲍鱼米鸡 都有 都有 为什么 因为鲍鱼其实也差一点迟到 对 对对对 好 来 我是王润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日方真转行销总监 行销总监吴玉平来跟大家聊 那只鸡又来了 日方真转的鲍鱼米鸡 还有呢 今年给大家推荐的鸭香宝海鲜组 会发现的每年的这个海鲜组都不一样 因为呢 日方真转的海鲜多了去了 都希望大家能够丰富过年的餐桌 在上一个节目呢 给大家看到这两条 这两个海鲜 而且是用什么高压脱壳技术 超高压脱壳技术 这样子 它自己这样子肉壳分离 新鲜取出来 而且我相信 在那个工厂里面 应该也是低温工厂 对不对 它超高压取出来之后 会经过那个超低温冷冻 对 所以它的一只龙虾 从活龙虾到取肉到冻结 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完成了 好快哦 等于是活龙虾一个小时之后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现在又采取一个真空包装 对 所以呢 有没有很实在的两尾龙虾肉 刚刚我有讲说玉萍六点就来了 来来拍那边 他六点就来要半桌给我吃 到底 九点 早上九点就来了 来告诉大家龙虾要怎么处理 如果我们今天 龙虾最简单的就是 我煎 今天只有煎而已 对 然后也没有加其他东西 就是橄榄油煎 那其实如果说会料理的话 你把龙虾切了去做那个 意大利面也很好 那过年其实可以加 一般可能会加西芹啊 青黄椒去炒一个颜色很漂亮 缤纷的那个做炒的龙虾肉 我发现玉萍是很好的家庭主妇 我其实是不好的家庭主妇 要是我 我就把龙虾肉斜切成片 就算 算这鸡汤 我就直接就算我锅算鸡汤了啦 对对对 是不是 对 直接就可以给大家说 咦我们今年过年来吃龙虾哦 对 红通通的 而且煎过之后的颜色好讨喜哦 对 而且大部分朋友都不知道 原来生的龙虾肉是红的 哦好甜哦 对 它很甜 我们没有调味 什么叫做大部分的人 不知道生的龙虾肉是红的 因为像虾子的肉是绿的 嗯 那这个有没有发现 它生肉就是红色的 哦 它本来就是红色的啦 对对对 诶龙虾好甜哦 对对 这个是鲜度非常好 它比一般空运的活龙虾 还新鲜 它不但甜 而且它肉质很软 Q 对 并不是大家想说的那种呼呼 还是那种泡药的那种 不是那样子的一个肉质 对对对 我要再吃一块 对 哇很甜耶 对 这个龙虾就是吃过之后会回不去 嗯 对 还有啦 玉萍既然人在现场 我来顺便问一个问题啦 我看哈 网路三不五十哈 都有人发文章 嗯 就是讲说 诶 我买的虾子是外外太空来的 因为虾子流出来的都是绿色 还是蓝色的血 他说虾子是不是坏掉啦 我虾子解冻之后 我的水都是蓝色绿色 是不是有荧光剂啊 还是说这个虾子是不是有问题 是不是它被重金属污染 好没有 我们来讲一点知识好不好 对 虾子其实它有很丰富的虾青素 跟虾红素 那你流出来的那个虾汁 其实是因为它很多虾青素 你看到会是青色 然后你时间再久一点 它可能会变更黑 嗯 对那尤其像我们在看一般的虾子 它如果越新鲜的状况之下 嗯 它可能一开始它的壳 嗯 是发亮的 对 然后你再慢慢放 我自己测试过 我测试过一种非常非常好的虾 然后放在长棍里面 但放大概八个小时之后 它出现了 不是它 它哦 那个虾子很强壮 但是它出现了一个很香的虾子味道 熟成 可是它在熟成在过了那个程度之后 它就臭掉 就臭掉了 对对对 所以等于是如果大家买虾子还是买螃蟹 因为有些螃蟹也是蓝色的嘛 对不对 买了螃蟹之后呢 它如果流出了这种蓝蓝绿绿的汁 不用紧张 那本来就是它自己 它自己的颜色 对对对对 本来就是这样的 好 所以呢 这次呢 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鸭香宝的海鲜盒里面 除了这两只之外呢 还有一个也要给大家介绍 来 听众朋友 或许看到了这一袋就说 哎 我不是都已经买了你的鲍鱼米鸡了吗 鲍鱼米鸡已经 你给了我一个智力鲍鱼啦 为什么你又多给我 多给我一个鲍鱼 这不是鲍鱼 这是什么 这是海螺 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吗 没有没有 这是智力鲍 对嘛 你看 我给大家看哈 这个就是智力鲍 对 就是这个 切片 对 有没有 可是呢 在这个海鲜盒里面 我们多了一包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 海螺 对 看得出来不一样 那这个海螺 它的个头甚至比智力鲍还大 嗯 然后你吃起来 它跟智力鲍的口感有点类似哦 但是它们的香味跟甜味 就是一样是螺的那个香甜 但是不同不同的甜味 这个的味道啊 香港师傅很喜欢拿去做煲汤 嗯 他做花椒 花椒响螺 嗯 他们通常都会用这个 黄螺头 对 我要跟大家讲哈 我们其实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海鲜盒里面 这两尾龙虾是米歇林师傅爱的 嗯 这个 这个呃 叫做黄金螺 对不对 海螺 这个黄金海螺是香港师傅爱用的 对 广东师傅非常会用 香港跟新加坡很喜欢用这个做煲汤 嗯 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哦 休息一下再回来哦 嗯 我跟你讲 大家其实都不认识螺了 对 然后就觉得说 嗯 我干嘛要买一个螺 而且搞不好 大家会认为说 螺就是那种海边 那个 休息一下 除了休息一下之外 其实有一种螺 就是在海边可以这样子很浪漫 哦海螺 对 那个就是海螺 就是那个海螺 其实螺有很多很多种 嗯 包括我们熟悉的什么 牛肌肉酸 那个螺也不一样 嗯 对 所以这一种海螺 它其实在 在螺里面是算顶级的海螺 哎 这两种不一样 不一样 智利鲍鱼跟海螺不一样 不一样 海螺的风味比较多 更红 更香 嗯 对对 而且海螺的味道是越嚼越香 对不对 可是因为你自己包处理过 它自己包很容易咀嚼 对 这两种是不一样 对 然后还有海螺这样子切片 也好好吃哦 对 你可以切片或切角都可以 切角 对 切片其实也可以切薄片 然后去炒 还可以炒 还有啊 大家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个原汁的汤 对 那是海螺汤 这是煮海螺的原汁汤 对 那这个黄螺它很有趣 就是它的汤啊 有时候是黄色 有时候会偏绿色 都是自然的颜色 嗯 我喜欢海螺的嚼劲 嗯 对 对 还有哦 这个黄金海螺 嗯 这包我直接打开来 就是现在我切片的状态 对 对对 它也是熟的 因为生的大家不好处理 所以我们都把它煮熟了 这要煮多久 这个哦 这个加热就可以吃了 我说你们 我们其实还要用高温高压去煮 不是普通的锅可以煮的 就好像哦 就好像大家有人会习惯买罐头的鲍鱼 或者是罐头的这些螺肉之类的 它其实呢 就是用更进步的方法来处理了 对 等于是客人来了 对 那这个 直接加热切片 我们的智力包跟我们的海螺 都只有加盐水 嗯 对 盐巴跟水 所以你喝到的都是它天然的原味 我先喝一口好不好 对 你看 会不会有人拿这个 还是拿刚刚那个智力包的汁拿来煮粥 哦 超好吃 有对不对 超好吃 对 它有一点那个黄黄的 然后淡淡的绿色 煮粥然后做高汤都很好 我先喝一口哈 嗯 其他的那个中广的同事 可以喝 免得说都是瑞尔姐的口水 嗯 味道很简单诶 对 因为它只有盐巴而已 鲜度很高诶 对 对 而且也没有大家认为 海螺有那种味道 是不是 有的人不喜欢海螺 是觉得海螺好像 它这个是因为它的 它很新鲜 鲜度 鲜度 对 因为如果海螺 海螺是很困难的一个东西 就是它如果鲜度不好 你等一下讲啊 海螺是困难的东西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好好好 我们在广 来来来来 我是王润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有开直播 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的是 日方征传的行销总监 吴玉萍 来跟大家聊一聊 每一年大家都很期待的 中广的那只鸡 可是呢 从去年前年开始 大家又开始期待 除了一只鸡之外 还有一箱海鲜盒 我们今天直接切入海鲜盒 而且在上一阶段的 也透过这个海鲜盒来跟大家聊 目前海鲜的状况 还有这些海鲜到底要怎么吃 它呢 到底要怎么样来挑选 好 我们刚才在上一阶段讲到 这个是黄金海螺 听众朋友会说 嗯 我没有吃过海螺 我都没有遇过 可是呢 大家并不知道呢 香港师傅很爱 很爱海螺 而且呢 这个海螺呢 就跟智利鲍鱼一样 都已经经过处理过了 而且很简单 我刚才偷喝了一口汤 在广告的时候 只有加一点盐巴 对不对 然后去 去煮 对不对 去煮 然后呢 它的这个原味 它的鲜味 都是 都跑出来了 然后所以这个高汤很好用 这个高汤也可以煮粥 对 老人家可以煮粥 然后可以来料理 可是刚刚那个 我有讲 有的人其实看到海螺 甚至在海边有吃过海螺 印象不好 对 是不是 海螺台湾人比较熟悉的 可能就是 海鲜摊的那个蜂螺 那它有的是臭的 有的是硬的 对 很硬 那海螺它是一个 加工处理困难度非常高的 产品 因为它的蛋白质很高 那它又容易 你如果说今天买回海螺 它是死掉的 你可能无法判断 对 因为你看不出来 它是活的还死的 但是它会很快就腐败 就臭味很重 对啊 我就记得有一个 阿摩尼亚的味道 很讨厌啊 对对对对 那所以大部分的人 会害怕那个味道 是因为 它可能经验上 有吃过不新鲜的海螺 那像我之前在国外 我就是蹲在海边 选海螺嘛 我们就是要要求 你一定要是当天的船 回来马上处理 对 如果不是当天的船 它是隔夜的话 那就不行 那我们吃的这个海螺 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的海螺 都是从非洲也有 然后在印度跟斯里兰卡都有 对 大家长知识了吧 对不对 对 好啦 因为呢 今年的鲍鱼的价格 真的很贵啦 我觉得呢 是在这个海鲜盒里面 放一个已经处理好的海螺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切片多漂亮 我已经吃了三片了 对不起 这里面已经少了三片下去了 因为这个处理过之后的海螺的 这个口感哦 这个口感有一点点 还有一点点 这种QQ 可是基本上很容易咀嚼 对不对 对 跟这个鲍鱼米肌里面的鲍鱼 鲍鱼米肌这里面的鲍鱼呢 已经炖到都已经很柔软了 对 其实是两个不一样 对 搞不好两个都可以拿来做双拼的前菜 都可以 是不是 都可以 甚至就是呃 最简单就是全部加到米肌里面去煮 然后连汤都进去 它的汤都会更好 那如果说会做菜的话 把鲍鱼或是海螺单独拿出来处理 你可以做冷盘 嗯 也可以做热炒 都行 好 然后呢 我们今年的这个海鲜煮里面呢 还有一盒 熟白虾 这一盒是熟白虾 对 很多人其实面对熟白虾 都觉得说 熟的虾子 我要怎么处理 熟白虾最好处理了 就解冻就吃 解冻了就吃了 就这么简单了 很多人拿到熟白虾 还拿去炒 还拿去烫 man啊 对 在在工厂里面处理的 比你家里的厨房还干净 我这样问对不对 对 而且在工厂 因为它是专业的 那个锅炉处理 对 所以在煮的时候 不会煮过头 嗯 那我们在家 很容易把它煮烙 对 因为我知道 有很多听众朋友 会直接透过网路 买一些海鲜 然后呢 你会买到一些什么 熟的长脚蟹 熟的螃蟹 甚至是熟龙虾 很多人呢 就直接解冻 再加热 撒瓜 这撒了 对不对 因为大部分的人 对于工厂的 加工模式不懂 总就是在海边 竞菜撒撒和力 都会觉得 我要自己再煮一次 才放心 那熟白一下 我自己处理方式 就是解冻就吃 还有 我当然也可以炒 可是 我熟悉嘛 你炒不可以过火 你不可以一直炒它 对啊 就稍微入味就可以了 man啊 对 我有一年去美国 去美国采访 然后呢 美国的一个朋友 请我回家吃饭 他就去超级市场 我们就跟他去超级市场 他就买那个 已经煮熟 冻好的长脚蟹 我就看他 进了厨房之后呢 就直接把 那个琉璃台的水 那个装满之后 把那个长脚蟹 都丢进去 然后我就说 他要干嘛呢 等到他解冻好了之后 就把 就把长脚蟹 捞出来吃 放在盘子里面 然后就上桌 给我吃了 我心里想说 这样甘不晒 这样会老晒吗 我就说 还在想一些问题 没有 他其实 他的标准流程 就是这样子 对 好 现场就有解冻的 熟白虾 拆一只给大家看 然后听众朋友 也是一样 如果你们在外面 在餐厅里面吃东西 会发现说 奇怪 这个虾壳 怎么跟虾肉之间 有空隙 就是表示呢 这个虾子 已经煮了很多次了 搞不好 他就是熟白虾 再煮 然后看一下 这个虾 这个虾的新鲜度 你看他的蜘蛛就知道了 有没有 零零零 有没有 这个是煮熟 再冷冻 再解冻 对 对不对 的熟虾 我现在其实拿在手上 都觉得他有一个 滑滑的感觉 对 而且他饱满 因为虾子 就是海鲜类 左手越滑 它是越新鲜 有没有看到 虾壳跟虾肉之间 是没有空隙的 有没有 有一些熟白虾卖给你的时候 中间是很有空隙 就不知道解冻 然后冷冻解冻 冷冻几次了 N次这么多 所以不用担心 直接就这样可以把它拆开来吃 对 我让你也要好珍惜食材 我每次这个虾尾都拆好干净 对对对 我连这个一点点肉 我都不肯放弃 对 有没有看到 就是你把它拔下来 它尾巴还在 就吃东西 能吃的就不能浪费了 一定要很珍惜了 还有就是海鲜类也是一样 就算它带壳的 你也要把它的肉吃干净 不要都只有透过咀嚼 这样随便摇一摇 好看一下 有没有 你看它这个虾头的虾膏这么饱满 而且很鲜甜 因为其实每个工厂 很甜 对 每个工厂在处理的过程 有各自的技术 这不是用盐水煮 要用盐水煮 难怪 因为很甜 等于是它保留了它的甜味在里面 蛋白质被它收在里面 对 那我们会建议你在解冻这个白虾的时候 你不要拆风 然后直接冲水就行了 不要拆风 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去冲水 对对对 好不好 哦 这个虾很好吃 对 好啦 给大家推荐熟白虾 或许听众朋友会说 熟白虾我在买市面上买都不优 都不优 那是因为呢 你没有买到好的 还有就是我刚才有给大家破解 就是不要买壳跟肉之间已经有空隙的熟白虾 这肯定是不新鲜 还有就是你的熟白虾也好有趣哦 大家有没有看到没有包冰耶 赤裸裸 他没有用冰来掩盖 还是来尊重 有没有 赤裸裸一盒的熟白虾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 广告里面有特别的介绍 大家要追上直播哦 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啦 听众朋友来哦 快点哦 我们呢 一年只开卖一次 然后每次开卖大家都疯抢 还有呢 听众朋友要特别跟大家提示 今年是有限量的 因为今年海鲜的进货也有问题 然后呢智力鲍鱼呢也迟到了 然后所有的物价呢都在涨 那所以呢 为了要控管成本 这次呢 日方征赚呢 有hold住数量 那所以大家不要拖到 最后一天两天再来抢 抢不到之后 又去官网哀哀叫 千万不要 因为过年的东西 本来就要准备了 还有我们今年 虽然有人呢 今年过年在外面抢到餐厅 可是老实说呢 因为疫情的并没有平缓 如果疫情的这个状况 再升高的话 外食这件事就不用想了啦 等于是冰箱一定要准备好 所以呢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 日方征赚的鲍鱼米鸡 不要买一盒的啦 我们其实明年开始 都不给大家推荐一盒 因为推荐一盒 你要付运费 没好啦 都要从两盒起跳 两盒五盒十一盒 然后呢 甚至于呢 你可以买两盒鲍鱼米鸡 再来付一个海鲜煮 刚刚有讲到哈 日方征赚的玉瓶算错钱了 所以呢鲍鱼米鸡两盒 再加上海鲜煮的这一盒 他虽然都叫我不要讲 不要讲 我觉得我自己好像购物电台的 那个直播的那个主持人 好像是故意安排好的 其实不是 他真的算错钱了 等于是这盒呢 是我们这次 今年推荐最超值的 玉米鲍鱼米鸡两盒 加上海鲜煮 他少收你两百多块 我这样讲对不对 他少收你 因为他少算两百多块 然后呢 你们呢 也可以主攻 鲍鱼米鸡一盒 再加上海鲜煮一盒 这个也非常超值 因为过年 你一定要用到一些海鲜 甚至这些海鲜呢 可以丰富你的餐桌 我刚才讲说 这种来自非洲 野生的黄金海螺 你看切片 王润瑶自己就吃了四片了 对不起 我把它铺好 变数还很多啦 这个呢 就可以作为一个冷菜盘了 对不对 然后呢 等于是呢 笨笨的家庭主妇呢 在上年菜的时候呢 就会觉得说 哇 他会很好用 因为直接呢 解冻拆封 然后切片就可以上桌 我们等一下还会讲 非常方便的 一口吃乌鱼籽 因为在这个海鲜组合里面 也有这个组合 好不好 等一下 乌鱼籽 我其实很想再吃第二只虾啦 可是喔 波虾有一点麻烦 可是他们家的虾 好弹Q喔 对 我们小孩都会抢着吃 你看到没有 他们家的虾好弹Q喔 好新鲜喔 我刚刚拨来之后 我刚刚拨下来之后 就觉得我好想吃第二只喔 怎么办呢 现在还是广告几天 我可以吃第二只吗 然后你看他的这个膏黄 有没有 好甜喔 对 这个就是我们家小孩都只吃我们家虾 这是专业煮虾啦 有的时候给你一盒生虾喔 对 你还煮不出来这种程度啦 对不对 来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今天来跟大家推荐 日方真传好物市集超级美食家的鲍鱼米鸡 还有王瑞瑶非常坚持 从两年前开始就希望日方真传能够提供的海鲜组合 刚刚在广告的时候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吃第二只虾子 泰国来的熟白虾 听众朋友或许说我上网去找啊去查啊 你知道很多都在卖这种熟海鲜 可是你并不知道熟海鲜的制作过程 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吃在嘴里完全不同 有没有听到声音啊 我虾子咬下去的时候 它弹Q到有声音喔 非常甜非常好吃 好 来 除了这个熟白虾之外呢 在这个海鲜组里面呢 有一袋是乌鱼籽 对 可是你今天提供给我的不是整片耶 是一口吃 对啊 不是几乎的 对 是一口乌鱼籽 为什么呢 呃 我们发现现在吃乌鱼籽啊 呃 年轻人他想吃但是不会烤 也不会切 所以一口吃它变成非常方便 就是说 你如果是在家做菜 就把它拆开 像这样我们是拆开摆盘而已 对 然后如果是就比如说跨年 然后手呃手碎的时候 也可以一个人发一片 然后吃当零食 好 我给大家看什么叫做不会烤 很多人呢拿到乌鱼籽之后都知道乌鱼烤 乌鱼籽要烤得越深越好 可是这个嘴巴讲很容易 可是你都不知道什么喷火30秒 什么喷火10秒 什么平底锅要煎几秒 这个都很难的 因为你一下去失败了就失败了 然后乌鱼籽就变得很难吃 对 然后呢 整个过年那一整盘乌鱼籽都一直放在那边 然后你也不会切 后脖你也不会 虽然呢 有人呢 夸下海口说呢 过年吃乌鱼籽都是一个人发半片 直接啃 我的妈 你这肾脏都坏掉了 怎么可能呢 所以等于是乌鱼籽呢 要知道怎么烤 来给大家看断面 你看他们家的乌鱼籽的表面有炭烤 还是火烤的痕迹 对不对 火烤的痕迹 可是呢 它的熟有没有看到 只有薄薄的一层 有没有看到 这是烤过的乌鱼籽哦 可是它并不是外表白白的 都还有什么建层熟到里面的这种 没有 这个就是专业烤法 就跟刚刚我们在讨论熟白虾 跟我们在讨论这种 活动的龙虾一样 它们其实都有技术层次 对不对 所以很方便 拆开来就可以了 对 对不对 哇好漂亮哦 而且你们家乌鱼籽好油哦 对 我们特别 其实我们的乌鱼籽原料是日本的 蛤 什么意思 日本的乌鱼卵 然后我们进口乌鱼籽之后 在台湾我们是请一个 它应该是连续十年得奖的冠军师傅 来帮我们加工 哦好黏哦 对然后我们再自己自己烤 它就是那个糖心 有没有 糖心乌鱼籽 你要拍我的好黏哦 他要不拍我 对 好黏哦 对 口感好黏哦 嗯 而且它的咸度 就是它那个咸是勾引出它的那个 那个甜味 它那种干美的味道 对对对 好奇怪哦 乌鱼籽可以居然吃起来有汁的感觉 对因为我 我自己找乌鱼籽找了很多年 就是我不喜欢乌鱼籽太咸 嗯 我也不喜欢它有苦味 嗯 对 可是问题是玉萍 我们不是都在讲说乌鱼哦 嗯 一定要什么 冬至 冬至 游到哪里 对 它才会肥 对 可是这个原料是来自日本 它够肥吗 虽然我现在吃起来是这样油油的很滑 要选 很好吃 要选 对 因为东西 其实乌鱼籽原料最好的真的是台湾野生乌鱼籽 嗯 那我们在讲台南乌鱼籽在前定那一代 它回游到那时候是最肥的时候 嗯 所以全世界的乌鱼籽最好是那里 但台湾的产量很不稳定 对 所以台湾的乌鱼籽大部分其实都是进口 嗯 从美国巴西澳洲各地都会进口生的乌鱼籽 嗯 然后在台湾加工 这其实是一个产业的事实 对 可是呢 大部分的消费者都不知道 对 就像一直有人跟我讨论台南的处女巡 嗯 台南的处女巡量很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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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少 对不对 对 嗯 因为台湾现在发展工业的关系 你包括螺 嗯 过去我父亲那个时代啊 那个 牛鱼类肉酸 那个螺肉罐 融螺罐头 都是在台湾的螺 但是现在没有那种东西 所以都是进口的 哦 所以等于是你们会从日本严选生的乌鱼卵 对 我现在嘴巴里还粘牙 嗯 就等于是那个乌鱼籽哦 黏在我的这个牙齿的上端 对 黏在这个牙缝里面 对 天啊 这乌鱼籽很好吃耶 对 对 所以等于是进到台湾自己加工 对 进到台湾再加工 嗯哼 对 很优哦 嗯 因为其实乌鱼籽烤得好不好是呃决胜美味的一个关键啦 对 对不对 对 好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这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这个啦 每一年都一定要有的 王若瑶指定一定要放进去的就是手打花枝丸啦 你过年一定要有花枝丸啦 嗯 一定要买花枝丸 因为火锅也可以放 然后呢 它也可以变成一道料理 然后你也可以炸 对不对 也可以放气炸锅 气炸锅 炸成金黄色 一球一球的啊 对对对对 过年就很喜气 对 是不是 好 呃 这个是我们今年给大家做的鸭香宝的海鲜盒 可是这海鲜盒呢 按照惯例 还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的鸡高汤 今年多了一盒 今年是两盒耶 去年只有一盒耶 这个鸡高汤呢 是我们好务市级的执行长赵大方 指定一定要放进去 不管怎么样 它一定要塞鸡高汤进去 为什么有多好用 它其实我们平常你说煮火锅 煮粥煮汤都可以用 甚至你如果把它放在那个制冰盒 小盒 做成小冰块 你做菜也可以当做菜的高汤 嗯 它其实不是很浓郁的那种 对不一样 好像你点很久的那种哦 不是哦 它其实这种鸡高汤啊 做菜也好用 嗯 煮粥也很好用 炊饭也很好用 做火锅锅底更是适合 对 因为呢 它呢 呃 一样 我们其实在讨论的就是食品加工的专业 嗯 好 我们要提供一个服务专线呢 02-2500-5563 02-2500-5563 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 好了 快点哦 来哦 赶快哦 来 给大家看一下哦 我推荐的不是这一组啦 因为这组你还要再付运费 不推荐 哈哈哈哈哈哈 不推荐 因为付了运费就快两千元了 那也猴啦 对 王二姚今天哦 推荐的是这一组啦 这一组啦 下面这一组啦 对对对 两盒啦 两盒鲍鱼米鸡 再加上海鲜组啦 这一盒啦 这个真的是最划算的 对啦 然后如果听众朋友哦 你们自己在公司里面有团购 就自己算 有没有 比如说团购 我们有30个人都要鲍鱼米鸡 对不对 你知道就买这一组 有没有 自己去算 自己去盛 然后看海鲜组 又要跟别人分 有没有 我觉得这一组是最划算的 我可以这样讲吗 这一组是最划算 然后如果是多 只想要鲍鱼米鸡 我们五盒的话 是另外还有送五盒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还有赠品哦 对对对 然后11盒是直接送一只 因为呢鲍鱼米鸡 如果你买两盒的话呢 就会送你这个 鸡高汤 对不对 那如果呢 你买了五盒之后呢 就是这个 这个我讲白了 这个很像台南的虾卷 虾卷 对对 这个讲白了 就是台南的虾卷 这个也很好用哦 这个你要直接炸 也直接煎 直接炸 都很好用 对而且现在很方便 就是气炸 很好吃 非常好吃 气炸你大概180度 呃我自己是180度 气炸锅 对八分钟 然后翻面 再一个八分钟 差不多 这个花枝丸也可以气炸 对 这个两个都可以啊 对不对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油煎 我上次回去是油煎啊 油煎之后哈 煎完了之后 你就有一种到了台南 再吃这个台南半桌吧 还是什么之类的 就台南人的生活就跑出来了 有一种台南生活feel 就是靠这个 对 鲜虾海鲜卷 对 好 我们等一下呢 再回到我们的鲍鱼米鸡 还有它的乌鱼籽好好吃哦 我现在嘴巴里的这个味道 就刚刚吃的这个是熟白虾 熟白虾已经够鲜甜了 可能这个乌鱼籽吃到嘴里之后 这乌鱼籽是这种淡淡的鲜甜味 一直停留在嘴巴里久久不去 对 我们家科技部的总监 你可以塞块在你的嘴里 我真的不骗你 你如果不吃 我等一下吃第二块 真的 诶这个乌鱼籽好厉害哦 对 奇怪 我们以前有推荐乌鱼籽给 还没有 乌鱼籽都是你送我的 对对对 就是你私底下 私底下送我的 可是为什么我以前不觉得 这乌鱼籽这么强 以前是一口乌鱼籽对不对 以前也是一口 可是以前有这么大吗 呃 其实我们的乌鱼籽是 八两乌鱼籽切的 对啊 因为它跟一口乌鱼籽那种小小的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我是王瑞瑞 你好您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今天邀请到的是 日方真传的行销总监 吴玉平 来跟大家推荐 一年只出现一次 就是大家口耳相传的 中广的那一只鸡 而且呢 从两年前 我记得是两年前开始嘛 对不对 除了鸡之外呢 还追加了海鲜盒 就是有一个海鲜盒 你打开之后 过年很好用 可以帮你加菜 然后呢 也可以帮你 那个煮这个海鲜锅 可以帮你一臂之力 我们刚才在广告的时候呢 我就一直在讨论这个乌鱼籽 他们家的一口乌鱼籽 为什么切开来 这个面这么大 除了这个火烤的这个技术 是恰到好处之外 看起来也跟一般 因为我有吃过一般的一口乌鱼籽啦 它都比较小 对不对 一般的一口乌鱼籽 是那个 我们说gay 就是太小的 或者是破的乌鱼籽 是两颗下的吗 对对对 是用那个去切 那它取 取那个刀工 把它切成一片一片 但我们家 因为我们家不是 有很多那种小的嘛 所以我们就用八两七两就切 我们家一开始进货就已经严选 从日本来的生乌鱼籽 对对对 还有我们其实趁着这个吃乌鱼籽 给大家上课啦 玉萍我现在让你挑 假挑 不是真挑 因为这些都我的 你不能吃 因为我刚才吃完之后 我现在口水一直流出来 我现在嘴巴里都是乌鱼籽的 那种鲜美的味道 你知道因为它在 我的这个牙缝里 它会一直跑出那个味道 好迷人哦 好我让你挑 这几片有深有浅 你要选你会选哪一片 我 我自己不知道耶 有人其实很迷恋耶 说什么黑的乌鱼籽好啊 不知道 然后有的人会说 不行黑的乌鱼籽是放很久了 有吗 你们有这样的讲法吗 黑的乌鱼籽 一般我们讲鞋子啦 那有时候 日本人啦对不 对不对 它其实是一个名思啦 对不黑哦 它就是乌鱼籽在取的时候 它出鞋嘛 它的那个尾鞋罐破掉 然后它就变黑色的 做起来就是黑色的 那它有什么特别 就没有 它就长不一样 嗯 有的人会讲说冰太久 它也变黑啊 冰太久也会变黑 对 没错 我现在直接试试看 有什么不一样 对 那所以我们其实是会建议 你带回家是冷冻 你不要放冷藏 哦 对 对 以前的人会说乌鱼籽 不可以冷冻 那是因为以前 物鱼籽都是油脂包 你冷冻它会坏掉 那现在我们都是真空包嘛 真空包 对对 所以要冷冻 而且很刚固哦 嗯 你看 它这个 袋装之后 里面还有分袋装 对 一小包一小包 一小包一小包 对 而且我觉得如果没有做成 像这种甜菜的拼盘 这种一袋一袋吃来下酒 也很合适 很好啊 就是配酒 嗯 然后你如果是 我觉得手碎的时候最好 能一个人发一片 嗯 然后聊聊天喝茶 嗯 也可以 好 对 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海鲜盒 讲完了 而且呢 我们也有跟大家明示 因为今年呢 日方珍珍的玉瓶算错价钱了 所以呢 有一个组合呢 给大家做强力推荐 嗯 可是我们要回到今年的米鸡 嗯 刚才有讲到说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因为 应该是船运 对不对 船运还有疫情工厂停工 嗯 影响它的供应链 所以智力鲍鱼差一点 赶不及今年过年 对 其实我们今年呃 海鲜盒跟去年有点变动 也是这个原因 哦 因为很多东西它都 不一样 跟去年的海鲜盒不一样 对对不一样 嗯 所以今年把鸭箱保龙虾都拿出来 嗯 我都很怕客人会骂我 为什么 很怕厨师会骂我 因为你知道像这两尾龙虾 真的很好用啊 对 搞不好一般的消费者 也从来没有看过 这样子的包装的冷冻龙虾 买不到这样级别的龙虾 嗯哼 对 好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鲍鱼米鸡啦 因为我们其实哦 日方真传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每一年哦 都给大家新的东西 我记得我第一年卖的是 北极贝米鸡 对 那所以呢 其实在日方真传里面 米鸡是基本的 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口味 对对 因为我们发展米鸡 它的它的初心就是我们在台南的米鸡 米鸡新美鸡 然后就谐音就 想说我们以米跟鸡为结合 就就找了这个米鸡 米鸡 那我们发展出来从北极贝开始 然后有鲍鱼 那其实我们的海螺 未来也是 我们也是会有海螺米鸡 因为这些呃 都适用 对 背跟螺的鲜甜呢 跟鸡的结合是非常好的 你如果吃过那个蛤蜊鸡 它也是一样的概念 对 对 蛤蟆它的甜 天然的甜跟鸡的甜 结合在一起 它的鲜味会再提升一个层次 对 那我们的特别是因为 我们里面又塞了糯米 嗯 那糯米吸了鸡汁 再有海鲜的高汤 它这样子加成之后 它的鸡汤跟外面的鸡汤 其实基本上是完全不同 其实我们今天啊 一进这个录音间啊 就闻到这只鲍鱼米鸡的味道 振振催送 嗯 这个味道呢 就是有一种很香的鸡汤的感觉 虽然它叫做米鸡 可是我们卖你的不是鸡粥 嗯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并不是说 哎 有一只鸡 然后放放在那个粥里面煮 然后呢 用这样子的方式 可以看到这个鸡汤的这个汤头 嗯 这个汤头呢 呃 因为今年呢 也是特别 特别选用了这个 特别选用了呃 乌骨鸡 每年呢 他们呢 鲍鱼米鸡就一定要用乌骨鸡 理由是什么 乌骨鸡哦 乌骨鸡 你看它已经有膜了 对对对 听到朋友 不只是这样摆了一下 对 它表面已经产生了这个 而且你看这个汤 好轻哦 我这样动了一下 好香哦 对对 在我们这个录音室里面 这一锅汤啊 我自己最喜欢 因为我们是用那个铝箔袋装嘛 嗯 那我们会建议是你在铝箔袋里面 加热 隔水加热 嗯 但你开袋的那一瞬间 就我就会 就一直闻那个味道 是很舒服 你就知道是真材实料 对对 真材实料去做的 而且它就是一只鸡 你知道炖这一锅 对不对 我们是先炖鸡汤 然后以鸡高汤再去炖鸡 嗯 对 鸡高汤加上鲍鱼 鲍鱼高汤 海鲜高汤 然后再去炖这个鸡 好 然后呢 呃 乌骨鸡呢 当然是另外一种体贴的心意 嗯 然后还有 大家可以看到汤头里面 没有糯米哈 嗯 不是不是白白的粥 不是 嗯 糯米是藏在鸡肚子里面 在肚子里面 因为呢 每一次呢 这个从鸡肚子里面拿糯米哦 这好像是一个仪式哦 对 我记得在前几年 玉萍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的时候都在讲 就讲说 帮这只鸡哈 呃 把这个糯米开出来的时候 都会想要让家里最重要的人 嗯 比如说是呢 爸爸妈妈啊 你知道吃一口最精华的感觉 对 哎 我好笨哦 我在这里哦 鸡在这里游泳哎 等一下 玉萍 我们通常 直接戳下去了吗 对对对 通常就是戳下去 它就开了 对 对啊 因为它已经炖煮得很软 对 给我另外一只叉子 因为我怕我会挡住 大家的视线 等于是直接拆开来 有没有看到 就是这个糯米啊 对 有没有 这个糯米呢 被包在这个鸡肚子里面 然后呢 用一种蒸的方式 一边吸收高汤 然后呢 一边呢 又释放它的味道 对 然后我给大家挖一口 就这口哦 是家里哦 你最宝贝 最珍贵的人 要吃的 对不对 对 鲍鱼米鸡 我们提供服务专线 0225005563 02250063 5563 听众朋友 可以打电话来诧询 谢谢玉萍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他还会再来哦 他还会再来哦 听众朋友 你们有没有看到 我把最精华的这个拿出来了 然后是我要挖下去 是我要挖哦 我当然不是中广最珍贵的人 因为我已经挖起来了 难道叫我放回去吗 听众朋友 我给你讲 这口哦 非常的软弱 而且这口呢 你看我主持节奏 都从来没有 不知道节制 王苑瑶 你知道就比如说 他不断非常软弱 而且我刚才有讲 他因为他是包在鸡肚子里面 所以整个鸡的精华 他都吸的薄薄的 不多 因为他在里面塞这个不能多 因为多了 米搞不好会弄不熟 你看亮光光 等于是过年你买了这个鲍鱼米鸡 就要有一个 一个开肚仪式 我觉得就是过年的时候 把它拉开之后 就给最珍贵的人 然后一个人吃一口 嗯 哦 糯米好香哦 很香 而且我们 糯米好软弱 而且好甜哦 糯米好甜哦 就而且我们在 不是鸡的甜哦 开肤的时候 那个香气又会再上来 哇 好香哦 它其实都是真材实料 对 你知道都没有加什么筋 那个筋这个筋 嗯嗯 那所以呢 听众朋友赶快来追上我们这一档 只有八天 只有八天 好了 再给大家看一次价钱 一组的不推荐啊 我们其实就推荐就是两盒 鲍鱼米鸡两盒 然后会送你 会送你鸡高汤 然后如果你买了五盒 就会送你 鲜虾海鲜卷 就跟 就跟台南人一样 台南人要吃的这个 虾卷的风味 然后如果呢 是你们公司人很多团购 还是你们家族团购 会送你们直接加赠 鲍鱼米鸡一盒 就等于是你有十二盒这么多 那当然呢 还是要强力推荐 鲍鱼米鸡加上海鲜组 鲍鱼米鸡加上海鲜组 因为这箱海鲜实在太好用了 而且这箱海鲜里面的每一种海鲜 都极佳 非常佳 等于是我们把海鲜的专业 交给了最专业的日方真专 然后还有下面这个 鲍鱼米鸡两盒 海鲜组一盒 算错价钱了 家里如果需要的话 赶快去追这一组 好了 谢谢玉萍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街 谢谢 谢谢 大家要赶快去追哦 过年的时候很担心哦 你们就算在外面餐厅 已经定到位哦 如果疫情升高的话 你们外面也没有得吃 冰箱也没有买哦 你们就惨了 赶快囤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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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吃拜拜